人生最大的财产是健康 最大的财富是新族 最大的胜利是无身 最大的成就莫过于 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悠然自得 这个年份的鼠龙人 是为人英雄慷慨 操心生烦恼 奋发有虔诚 又年的未代小姬 有惊无险 终运得来 是容易失意不难 晚景是暮年兴隆 女命有祝福之力 夫妻有福祝 和气成家庭 正值中意 儿女成行 一双好看 春夏生人名利双九 冬秋 初始人不靠他人 日生重义清才 夜生白手发家 八八年鼠龙人乐于族人 常常怀揣着一副 悲天忧人的热心肠 老实发交 不爱表达和显摆 鼠龙人是需要别人好评的人 尽管外表看上去 鼠龙人总是一副 心心满满的样子 但是潜意识里 别人不经意的一句夸奖 都能让你高兴好长时间 如果你身边有鼠龙人 请该好好珍惜 八八年鼠龙人为人是清闲 初年得财 如泰山 可好前也如水出沙 其时金钱如浮云 一座手艺技术工作 可做生意 初始有命有力 后运发财兴旺 女人是清奇巧妙之命 八八年的鼠龙人是子兮最好 儿女孝顺 顽伏绵长 而且可以把福气传递给自己的 子孙后代只要保持好家宅和喜 安宁就可以大吉大利 事实顺利 生命很残酷 用悲伤让你了解什么叫幸福 用噪音教会你如何欣赏寂静 用弯路提醒你前方 还有忐图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